在7月23日,俄乌冲突终于有了一个转机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新表态称,我们必须尽快结束战争。同一天,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应邀访问中国,这两个事件表明,随着俄军在战场的持续突破,乌克兰已经丧失了依靠美国北约击败俄罗斯的行星,随着拜登宣布退选,所谓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恶魔计划,也宣告终止了。 一是库列巴访华,7月23日,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引邀访华,目的是讨论为东欧持续不断的战争,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所有可行途径。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,乌克兰外长首次来到中国。关于俄乌冲突,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劝和促谈,多次提出中国方案,并愿意扮演调解人的角色。 相反,美国欧洲组建的反俄联盟,一直拼命向乌克兰战场输送各种先进军事装备,甚至把乌克兰当成了武器试验场,根本没有主动促使停战的意图。 关于库列巴中国之行,乌克兰外交部发布声明称,访华的主要议题包括寻求结束俄乌战争的途径,以及在实现稳定和公正和平的问题上,中国可能扮演的角色。 库列巴到达中国后表示,要避免在和平方案之间产生竞争,乌克兰同中国之间直接对话非常重要。 7月24日,在中乌会谈中,双方就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,中方强调,中国和乌克兰十几年前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,相互尊重,平等相待,互利合作。 乌克兰是首批支持和参与,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,近年来中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,和农产品最大出口市场。 2024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势头,展现了两国合作的空间。 2023年2月,中国就曾提出结束俄乌战争12点计划。 2024年5月,中国同巴西达成,中国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,关键问题在于,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深度受控于美国西方,对中国发出的和平呼吁视而不见,执意要与俄罗斯战斗到底。 实际上,泽连斯基最大的后台老板,就是美国总统拜登。 拜登父子在乌克兰战争中,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,目的就是获取巨大商业利益。 然而7月22日,拜登宣布退选,这意味着乌克兰几乎失去了美国继续支持的希望,面对即将到来的绝境。 乌克兰事先改换门庭,也是明智之举。 二是泽连斯基软化。 7月23日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称,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明白,我们必须尽快结束战争,以免使人们失去生命。 据7月21日的报道,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,承认同俄罗斯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,包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,泽连斯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,结束战争的白热化阶段。 他强调没人希望俄乌冲突,在持续十年或更长的时间。 教皇方济各2023年,曾两次提出调解俄乌冲突,但两次都被乌克兰拒绝。 2024年3月,教皇方济各敦促乌克兰,展现出白旗的勇气,与俄罗斯进行谈判。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当时回应说,我们的国旗是黄澜相见的,我们永远不会升起任何其他旗帜。 泽连斯基政府的立场突然软化,与美国国内局势密切相连。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,在遭遇枪击刺杀后,几乎稳赢拜登。 这就是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,和关于俄乌战争的立场发生变化。 不过随着拜登退选,民主党推出新的候选人或许有机会挑战特朗普。 民主党总统关于俄乌战争的立场,应该与拜登接近。 因此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,直接关系着俄乌战争的进程和演变。 三是俄罗斯的态度,关于乌克兰立场软化,俄罗斯方面乐见其成。 7月24日,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,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有关乌克兰准备开始谈判的表态,与俄罗斯的立场一致。 但是目前俄罗斯还不掌握具体细节。 重要的是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。 从俄罗斯的表态可以看出,俄罗斯对乌克兰外长访华,毫无惊讶之意。 如果不出所料,中俄应该交换过意见,甚至不排除中俄乌三方也有互动。 6月初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论坛上,首次公开谴责中国沦为普京的工具, 帮助俄罗斯劝其他国家不要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。 泽连斯基这次表态,简直是不治死活,因为他一直顽固不化,根本不在意中国的立场和建议, 反而指责中国不帮着美国西方围堵俄罗斯。 6月中旬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,有超过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, 但是会议举办方拒绝邀请俄罗斯参与一个和平峰会,不邀请战争的主导方出席。 怎么实现和平呢? 乌克兰和瑞士的滑稽操作,也导致中国缺席了这次会议。 四是中国立场。 乌克兰独立以来,中国在很长时间里,一直是乌克兰国防工业最大消费国。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,就是乌克兰的瓦良格号航母。 中国欧洲也牛级7点登陆艇,从乌克兰购买。 乌克兰著名的马达西汽公司,通过向中国出售发动机而得以苟延残船, 俄乌战争爆发前,中国是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来源国, 也是乌克兰第四大出口市场,乌克兰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粮油进口来源国。 2020年,中乌双方贸易总额接近150亿美元。 以乌克兰的体量,能与中国达到这个贸易总额, 显示出乌克兰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。 关注中国和欧洲问题的学者肯德丁认为, 库列巴此次出访主要目的,是阻止中国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。 其他都是表面文章,通过访问中国, 库列巴试图在外交上包围俄罗斯。 对于乌克兰来说,和平谈判必须来自中立方, 乌克兰不可能接受任何要求, 将2022年后备战领土转让给俄罗斯的和平谈判。 既然如此,战争就结束不了, 如果泽连斯基一意孤行, 那就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吧。 自己喊出来的口号, 含之泪也要喊完。 现在全世界最焦虑的总统, 可能非泽连斯基莫属了, 美国是乌克兰最大的靠山, 但这个靠山,不排除真很快要换主人了。 别忘了,特朗普和普京可是好朋友, 特朗普还不止一次地说过, 他能在24小时内就解决俄乌冲突, 而且他选定的副手万斯, 更强烈反对援助乌克兰, 万斯甚至公开建议, 乌克兰赶紧割地求和, 美国政坛走向, 政变得日益清晰, 泽连斯基越看越焦虑, 泽连斯基现在最怕的, 应该还不是普京, 而是特朗普, 在俄乌冲突前, 特朗普就很不喜欢他, 但泽连斯基想不到的是, 他很可能要与他打交道, 而且他更想不到的, 特朗普还选择了一个更敌势乌克兰的万斯当副手, 事实上特朗普总是宣扬的一天内就能解决, 怎么解决, 无非是强压俄罗斯和乌克兰, 你们都给我必须妥协, 但以特朗普和普京的铁杆关系看, 更多是压乌克兰妥协, 如果泽连斯基拒绝, 那乌克兰就会被一脚踢开, 没有美国出钱出枪, 就没有今天的泽连斯基, 如果被美国抛弃, 泽连斯基下场如何, 也就可想而知, 将一个国家的希望, 寄托在另一个国家身上, 尤其是寄托在美国身上, 这是多么大的凶险, 更可能会是多么悲情的结果, 未来四个月, 无疑是煎熬的时刻, 拜登很煎熬, 普京很煎熬, 但最煎熬的毫无疑问是泽连斯基, 或许更准确地说, 这还只是煎熬的开始。